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球队遗憾落败 当时总决赛首战JR的失误 毕竟在史册上遗留 被人们牢记 JR许密斯比赛最后剩下几秒钟的时候 误认为球队已经领先实际上占平 他将球从近区运的三分线外 并且耗尽了所有比赛时间 无奈詹姆斯在旁边对JR大喊 可是结果无法更改 詹姆斯率领的骑士最终遗憾落败 很多人认为在这场比赛过后 詹姆斯会尽和讨厌JR 当大家都把矛头指上JR时 詹姆斯却挺身而出说 第一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就这样了 我永远不会放弃JR 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任何一个球员 我的任何一个队友 这句话让JR十分感动 他把詹姆斯当成自己一辈子的大哥 詹姆斯的大气不仅感动JR 也感动了球迷 球迷们纷纷表扬了詹姆斯的行为 同时开始鼓励JR史密斯 希望JR可以好好进行下面的比赛 詹姆斯的言论 仅限了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 一个真正的超级英雄 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不会放弃自己的队友 他都不会因为队友的一个失误 而否定别人的努力 这样的性格 这样的气度 难怪詹姆斯会成为历史最伟大的球员之一